肉对吧 那大叔请问今天第一步应该怎么操作呢 第一步先咱先这个把这个牛肉处理一下 好 先切 你有意说必须用牛里肌 你先拿来一边操作一边聊好不好 好的 这个别的不行吗大叔 牛里肌应该说是因为给孩子吃嘛 我觉得应该最是选择这个牛肉最嫩的一块部分 所以牛里肌应该说是比较嫩 没有筋 而且吃起来应该非常的滑嫩 对 我们在法国的时候管它叫非力 对不对 对叫非力 来来来 请 请问大叔 我们该怎么改刀呢 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先把这个牛肉切一下 然后底部刀切这个 几刀切 对 先因为这个牛肉比较大 我们想一皮为二 好 好 我们这样的话切一下这个牛肉片 好 哎 大片吗 大片 然后呢 OK 那请操作一下大叔 对对 因为这样的话它的纤维会断 对哦 这样它会嫩 对我们把它 哎 把这个牛肉挤压一下 哎 然后挤压完之后 然后它这个纤维应该很多就是已经断掉了 对 我们吃了口了会特别嫩 对就滑滑的一块 不止是一咬会柴 最后我们就是把它改一下 真的是改一下对吧 对 但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比咱们平时用刀去扎它 对对对 还要好对吧 对 还要好 哎 切好了我们都可以放这 棒棒的 一片一片单独处理它 对一片一片单独处理它 擀面杖 先挤压一下 我还你想得出来 对 这擀面杖啊 真的是 其实是生活当中很多这个小妙招都能用到的一个小工具 对 在家里边平时你可以用那个用那个小这个木头的 就是这个可能会方 就是会滑一点 明白 对 用木头的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理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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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木头更好一点对吧 我们先把它都压一下 然后改一下 哎 这个改一下之后呢 这个牛排肉呢 它就输送一些对吧 是 对不对 对 好 对 但是它毕竟还是有点含量的成分 所以其实温也是平性 煮熟是平性对吧 对 我这个时候太燥嘛 刚才把这个牛肉处理完之后啊 然后第二步摸 还要接着处理牛肉 使这个牛肉会更嫩 嗯 怎么弄 然后呢 我们一会儿就是把这个牛肉里边加一点水 然后加点小苏打 哦 我们现在给它打水 对 稍微加一点点水 对 再加一点 加了基本上能那个 木头的牛肉的时候 能木头过 好 好 OK OK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小苏打 因为要是泡这个 大概一分钟左右 加减 这健康吗 呃 应该是健康的 嗯 因为平时咱们就 你很多身体里边啊 会这个 喝咱们喝一个 喝那个什么 苏打水 苏打水 你是利用酸点平衡 把里面的一些酸给它排出来 对 给它把酸排掉 哦 哦 这样吃起来的 而且还达到就是 滋嫩的作用 哦 是这样子 我理解了 也就是说 让它里面那个肉质更加的松散 对 松散 哦 我们在这泡一分钟 然后就是那个 放湿水就可以 OK 可以 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小小的借鉴一下 对吧 好 加小苏打 给它泡一泡 好嘞 那泡了之后 咱们处理其他的配料好不好 好的好的 OK 行 我一会儿把藕切掉 好 就现在 好不好 好的 这个藕的话呢 今天用的是粉藕还是脆藕呢 用的是那个脆藕 脆藕 对 脆藕是这个适合于这个烹调中当中一个炒 嗯 对 因为如果是粉藕的话 咱们就适合炖嘛 炖的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抿 嗯 如果是我们再用这个 发抿的藕来炒这个牛肉的话 就感觉吃得非常黏糊 刚才那个菜是粉藕是炖煮的对吧 对 这个菜的话我们要买脆藕 脆藕是细长的 对 细长的 粉藕是短粗泡 对 大概切半公分左右 好 哇 这真痛快大叔在操练的时候 这个切完了藕我们就放到这个水里边泡一下 这是要干嘛 对 首先来说这个因为藕里边有点粉吧 嗯 容易变黑 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个利用水泡水这个方法 而且呢会使这个藕还更脆炒出来 哦明白明白 让那个淀粉去除一些这样的话能够让那个藕呢保持它的脆度 不至于粘也是 对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给您起锅了呢 对 好 起锅 锅里边加一点点水 好 把这个藕放到水里面焯一下 焯一下水 对 在焯过程中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盐 盐 牛肉需要焯吗 牛肉我们就不要焯 我们要煎一下 煎一下 对 也就是说一会儿煎完之后呢 等于是成熟度是一样的 断生 对 断生 断生就是说这个藕刚刚熟 因为我们要炒嘛 所以说不要这个藕特别特别的就是那个粉 对 粉太多了 对 其实在焯水过程中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油 好 对 加一点油 加一点油 除了这个藕啊出来特别特别的鲜亮 嗯 平时我们在家里边那个焯蔬菜啊 嗯 焯一些这个蔬菜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加一点点油加一点点盐 奥米牛肉的底味而且呢就是牛氧也不会流失 是 对 色泽还光亮 我们先那个把这个腌好的牛肉加稍微捞在底味 加一点点的盐 盐 对 一点点就可以 然后呢一点点糖 糖还可以说有这个稚嫩的作用 明白 对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搅拌一下 好 哦这样用那个小苏打水泡过之后呢 它里面会更甘嫩 对 而且我们还有擀麦杖擀过 对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我们还有再第三步使这个牛肉更嫩的就是放蛋白 蛋白 对 为什么要放蛋白呀大叔 因为蛋白自身就可以锁住这个首先肉质这个水分 嗯 而且呢就是这个牛肉特别的表面特别的嫩 给你变烦 现在加吗 对 加一点点 OK 够了 对够了 太多的话就肉不是嫩而是变成厚糙 对 是就可以说是给这个牛肉过一从这个上浆了 对上浆 对吧 用专业术语说上浆了上浆 对 一个换成交档 对 咱们在家里很少有这个步骤 一般我们在家都没有这个步骤 对 是吧 对 所以说 从会有过 对 所以说有时候 你在家里边不要是要焯水的话 这个牛肉特别难吃 就特别特别难咬 最后一步我们就要封一下油 封油还要 对 加一下油 因为油和蛋白就是比较养肉 就是肉是 这个第四不是这个肉特别嫩 加油 对 那一块滑油吗 呃 一会我们在平时在家里边 在酒店里边我们就可以滑油 然后在家里边我们平时都一般都是这个煎一下就可以 煎一下就可以 为了这个健康 对 也没有那么多油说这话 对 我们家里那一桶油能吃三年 好了 那我们的烏骨基本上戳差不多 戳熟就行 我们就把它倒出来 对 那另起炉灶了之后料头也切好了 对 那救出人家干嘛呢大叔 呃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锅烧热啊 然后先把那个牛肉先煎熟 嗯嗯 对 这个油稍微要大一点点 对 要不然会粘锅 好 明白 好 我们可以刚才把这个腌好了牛肉 下到锅里边煎一下 嗯 就是在这个油温相对再高的时候在煎吗 对 OK 所以说我们刚才就说了嘛 我们是牛肉爆这个爆莲藕 对吧 哦 明白了 哎 直接放进去煎一煎 对 如果要是滑油的话直接放里头 然后立刻去搅动就可以了 对 哎 但我们煎就先放进去之后 先可以简单让它 可以稍微的煎一下 对 定定型就可以 对 哎 放在烙头 对 放在烙头 放蒜 OK 我觉得应该就放点葱花最好 放点葱花 我们一会儿还有放点这个洋葱 您一会儿了就现在吧 现在就放 来来来来 我给你 好 处理一下 哎呦 好 这个爆啊 就是要真有那个气氛 你知道吗 对 这个气氛就真的要噼里啪啦的感觉 对 必须要 噼里啪啦的感觉 很好很好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肉啊 在炒的时候 其实它的香味 其实是不熟的 你在吃的时候才足 对 但是你加了料头之后 它立刻就把这香味激发出来了 对吧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真棒 对 所以 这什么时候换它呢 呃 我们一会儿先加一点点这个 这个酱油 好 酱油 我帮您 少加一点酱油 来 香焯来一点 好 爆一下 是吧 味道 都是爆的 需要加料酒吗 呃 料酒要加一点点 加一点 对 我帮您 来点料酒 料酒 来一点 好 还需要再加盐吗 呃 盐的话一会儿 我们加藕之后再加盐 好吧 ok 气氛起来了 好了 放入藕 还有我们的胡萝卜 当当当当当 哎呦 这个气氛真是棒棒的 感觉这才叫大师傅做菜的法 对吧 对对对 香不香宝贝 看的太带劲了 香吧 香香香香 对吧 就叫爆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加一点点盐加糖 我帮您大厨来一点盐 对一点点就可以 一点点 ok 再来一点糖 对 哇 糖可以大一点 这个家常小菜 有时候也要搞点气氛 对 就看起来起码说过日子的话呢 你是很专业的 对不对 对 如果颜色你觉得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点点一点点老抽 没问题 那我给您建议 那我就是呢 给您直接带您来用了 好吧 加点老抽 增加了红热的颜色 对吧 对 好 哇 你看看 你看看 以前我们吃藕都是那种清新亮亮的 和汤月色的那种浅色 对 谁说藕就只能和汤月色呢 我们让藕呢 也差此烟红一次 好不好 所以这个藕吃起来应该不仅口感脆爽 不仅会拉丝 而且还有那个浓浓的牛肉香 对不对 是是是 好 我们最后点缀一点点小香菜 嗯哼 好